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长好 警卫同志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太激动了 有点紧张 我就没想到你竟然能亲自见我 队长 来到您是全得道 全得道 我说的 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不能回去 我得马上安排你转移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现在不是我的安全 是关系到整个组织的安全 你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事不宜迟 赶紧按照我说的办 好 我马上去安排 你 多保重 打什么 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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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算 打好 好 打 投 陈副处长 是越打手气越好啊 运气好 倒也挡不住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啊 谁都不可以提前楼 没问题 难得陈副处长这么有兴趣 我们肯定一赔到底 陈长官 有您电话 谁啊 这盒的电话 谁别动啊 等我回来 我这把和张招 等你 看住 那快一点 我找啊 等你啊 喂 你的喂 请问是军阀处成 得到陈副处长吗 是我有啤酒放忙着呢 我们听说你手里掌握着 伤害重要的经济物资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气暗透明的机会 你们是 那边的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好啊 可以谈一谈 我手上有很多东西 我相信贵党会很感兴趣 一个小时后 一个人到福西路五湖村一百六十二号 街头暗号是黑暗对应光明 好好好 黑暗对应光明 准时到 准时到 下一个小时 甜蜜 就搅担了 我还可以 放下来 我现在就在你的锅子里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已经捅了 不得了 我说你 你还没准备 你 我还没想到 我现在在你 我还没想到 我我还没想到 你 不知道 我还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解放军不久就要进城了 你之前作为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 对于上海的经济情况 应该有一些了解 这次找你来 就是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商讨对策 共同为上海的解放送上一份贺礼 也对 我在国民党这么多年 不仅对上海 对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了解 当年抗战胜利以后 上海 南京 北平 天津 我都接收不少 我都研究了不少啊 经济方面 我不敢说自己是专家 但也小有心的 我们希望你可以真心悔过 把你知道的事情 掌握的物资都告诉我们 为上海这座城市和平解放 为上海人民今后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出一份力 那是一定 那是一定 我知道归党的政策 融化 改造俘虏 让我们这些战错队的国民党 又有机会重新生化 不过 我想知道 向我这种主动要求投诚的 等新政府成立 是不是能 另谋心职啊 实不相瞒这些年 我心一直在归党呢 只要组织相信我 我随时拖挡 加入归党 我们很高兴 你有这样的决心 你过去 为反动统治服务 做了一些坏事 但现在 你有这样的觉悟 并以实际行动响应我们的号召 我们相信 你一定能够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二号手掌刚刚底湖 他特意点名 要和你见面想他 请组织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 你为我们工作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从今天起 你的代号就是强威 强威 真好听 很具有迷惑性啊 我就是你的直接联系人 我姓毛 你可以叫我毛先生 毛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的联络点 回头 我会把我们的接头方式告诉你 嗯 毛先生 接受到系的地方 稍坐一下 我已经和二号手掌约访了 明天下午四点 城隍庙春雨小时点二楼包房 到时候 你带上这本时代杂志 这就是你和我们手掌的 街头暗号 手掌好 前卫同志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太激动了 有点紧张 我小美想到 你竟然能亲自见我 坐下聊 坐 小美同志 我这次来上海呢 一来是全面接管 上海的地下工作 二来啊 主要就是想见你一面 感谢你为上海的解放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 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向首长保证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臣得到 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其实组织上对你 一直都会有我信心 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地在观察你 你的工作啊 你的能力 我们都是很认可的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一定不如使命 多力辛苦 来 坐下坐下 坐下 好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把我这段时间 掌握的情况 向首长汇报一下 嗯 从二月开始 蒋介石秘密修建周山机场 用于国民党大批官员撤退 并且 他秘密命令 上海和南京的官员 把上海银行里 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员 转移到台湾 同时 他准备将上海重点的金融单位 工厂等经济命令进行破坏 对 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整理的 关于上海地区物资财产情况 就当是给首长的见面力 这可不是给我的见面力啊 这是给全上海人民的见面力 对对对 这就是物归原主啊 好 您看看 里面有上海制达保险公司 恒运通房产公司 泰晤士证券公司 这些公司 比人都有支配权 我可以保证 在解放军入城之前 这些公司不受任何损失 好啊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 非常有价值 辛苦了 俗话说 共还难 同富贵 我希望 日后首长能够在新政府 帮我谋个义官办职 我承得到 一定为党和人民不随 鞠躬尽瘁 死而毁 你 吃饭 如果您不想起的话 咱们就一起吃个家常便饭 好啊 干什么 首长快跑 首长快跑 首长 首长你先出去 是 顾双军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单敢涉举陷害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国防部军法处副处长陈德道 想死吗 你们出去 把门关上 是 顾双军 你别以为你用这种方式 就能把我拿住 我是奉命行事 奉命 奉谁的命 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行事 都已经火上眉毛了 现在只有你一本正经的抓公道 以后可是共产党的天下 你要为自己想想后落 我现在 是为我们的儿子重生想后落 重生跟你没关系 你根本就不配提他 况且 你在我这儿没有过路 双军 看在儿子的份上 放过一条生路吧 我发誓 远离你们母子 永远不出现好吗 双军 你想想 我救过你多少次 在南京 在上海 人总要念旧情的是吧 双军 你们 你给儿子起名叫重生 就是希望儿子 能够重新活一活 我是重生的亲爹 重生也希望他亲爹 能重新活一活 是吧 我 求求你 放回到生路好吗 陈德道 陈德道 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了吗 十六年两个月零三天 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 我所承受的那些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画面 都是白你所赐 不过不重要 因为这一切 在今天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你 少女 放过我 陈德道 你就是一个解脱 党国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解脱太多 这是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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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干长 外面导演 是 来 雨珠 震撑 您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出去 事情你这查清楚了 是个误会 你受委屈了 震撑 为了党国 这年委屈 不算什么 你对党国的忠诚 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站立 谁敢因为这事对你不公 我一定严加成办 还你清白 谢谢 陈少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车子 送你回去 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等休息好了再来上班 走吧 走吧 小姐对不起 1949年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检发起渡江战役 21日 毛泽东 朱泽反护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2日下午 国民党当局起手南京 部署退权 柳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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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党警察组成人民警察总队 在室内分区警戒 大吊厂 机场电台和指挥塔台 狮子山炮台 驻八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相继起意 柳泽东 柳泽东 就算党国抛弃了我们 我也不会不管你们的 过不了几天就一架飞机来接我们 你们都是我的信心 我保证咱们共进队 对 宇主 你要回去收拾收拾 车队就这一两天的事 镇长 那双局呢 双局还有工作 这次不跟我们车队 宇主啊 霓裳哪儿去 要不跟咱们一块走吧 我要去更办公室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会更办公室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吧 我要去劝劝盛局 我劝你啊 还是别操这个心了 我听说 这是他主动要求留下来 执行潜伏任务的 可是 现在站里人都走了 谁还有心思工作啊 就算有心思工作 向谁汇报啊 这事你别管 顾队长这个任务啊 具体的内容 和潜伏人员的名单 这都属于最高机密 他直接向国防部回报 确实 既然他自高奋勇 战战也乐得省心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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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下门之行啊 真的就要一个收获破风啊 国民党果然囤兵在厦门 他们想做最后的侦掌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已经将蒋介石 在厦门的行营注定 兵力部署等等 绘制出了一张 详尽的军事地图 已经带来伤害了 只是这段时间 我不在你身边 你受委屈了 小猫跟你说了 这个小猫 嘴巴倒是够快的 要不是猫头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原来 你的处境这么危险 他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其实 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不过我倒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老辣了 我也是一个酒精沙场的 老情报员了好吗 夸你碰你就穿了 虽然说呢 我这一次陈德道 当了体罪一样 但是以顾双菊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继续追查你的身份 眼看就要胜利了 我不想看到你在冒险 所以我想上级请示 让他们批准我们夫妻俩 一起撤离上海 不行 我还不能走 顾双菊负责的那个前夫任务 我还没有搞到具体的内容 和人员名单 那这件事情我来帮你做 你先撤退回乡下 这个任务连孙天璞都不知道 唯一的负责人就是顾双菊 想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 只有让我去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那好 那好 我陪你 我陪你留在上海 接住你完成任务 然后我们一起走 你呀 你要是相信我 就先去乡下找长发和和平 等我一完成任务 我就去跟你们会合 我们再一起出城 我不是说不相信你 只是 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真的不放心和平 你就当 事先替我去看看他 等我如意完成 我就去找你们 我自己对 army嘛 我去找那些人 啦 到底里边 真是什么 我的天 优优独播 文字幕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都是之前欠下来的单据 战长不在 说让您签字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财务那里 报账领钱了 这是行动队的外情惊天 你拿给顾队长让他签字去吧 夏专员 您就帮我们签了吧 行动队的人都走光了 顾队长也不在战里了 顾队长又没离开上海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他们行动队的事 我也做不了除 问题是顾队长已经不在战里办公了 那他在哪儿办公 你可以去找他呀 我们找了可一直都联系不到他 没跟顾队长打招呼 这字我没法带签 行了 这些你先拿去报账 行动队的之后再说吧 那好吧 大刘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弄这些东西啊 还不赶紧走啊 走不了 我还得给行动队里面送东西 你们先走吧 好吧 那你多保重啊 我们先走了 先走吧 大刘 夏专员 要回家 不是 是行动队管站里 让我把电台还有武器 给他们送过去 行动队啊 那正好 我这儿有一份很着急的文件 要找顾队长签字 这样吧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这个地址我还真不知道 平常吧 我都是让司机 给他送到江湾邮政局 这样啊 那行吧 你忙吧 我走了 好 走 小话 走 走 我 走 快走 走 我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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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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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是恶大药的数量已经核对完毕 还有电台我们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 好 回头给他们送过去 是 队长 这是刚刚接收到的电文 国防部要派一个特派员来 让咱们对上海的潜伏计划 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报 特派员什么时候等 明天 明天 是的 汇报之前 务必把潜伏计划里边的人员物资都落实了 你现在跟我去送电台 顺便帮他们调试好 你俩留在这儿待命 是不是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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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请 请 请 脸 不要 听说了吗 保安处和特务营 护送的保密局重要的档案 和贵宗物资源车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着 走还是不走啊 走 他还是这么个队长 你能走哪儿去啊 我跟你说啊 再不走 就真等着共产党打进城 就地枪决了 车什么时候到 就这两三天嘛 我又想着要去那个鸟不拉舌的 岛上憋洗一辈子 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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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份潜伏名单是不是没有消火了 我发报之后就接收到特派员要来的电文 原来就随时放在桌上了 赶紧掉头回去 是 我发报之后就放在桌上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下次谨慎点 是 厉害吧 杨茜茜 杨茜 看我的啊 不跟你比了 杨茜再来啊 不玩了 老了 军昊少爷 这解放军是不是要进城了呀 是啊 就快了 那 你跟雨竹小姐打算去哪儿 这个就由不得我们来定了 不过我想呢 只要跟雨竹在一起 去哪儿都是假 好 军昊 雨竹 雨竹小姐 小发 我把车停到后院去啊 好 满萍 过来 过瓶 过瓶 爬过漫长的夜 又是绵绵细雨 飘落得太肆意 今生那些记忆 一朵绽放中的红尘味 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杯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次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道别里的伤悲 在相聚能面对 牵盘的总受罪 往事怎么回味 卖杀好过崩溃 一朵绽放中的红尘味 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泪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次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味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尘味 一朵绽放中的红尘味 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泪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次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味 这条路过去着 百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 心碎 心碎